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不知道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啊 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什么呢? 一些年龄大的老人 或者是得重病的老人 他们去世的时间段 有大多数,多数吧 都是在后半夜 或者是凌晨 这个时间段去世的老人比较多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你像我身边的我姥姥 我姥爷,我奶奶 都是这个时间段 后半夜或者凌晨去世的 反正这个时间段去世的老人 相对于其他时间段要多一些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当然有一些老辈的人 就会给你讲各种各样的原因 老辈流传下来的说法 听上去呢,很玄学 这种东西呢,有点太玄了 老宋也不敢相信 那么朋友说了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难道这个时间段 就是这么爱老人爱去世吗? 那老宋就咨询了一些 咨询了一些人 就说你到底什么原因 有人给我讲了一下 哦,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 今天就给朋友们来说一说 朋友们看看是不是有道理 首先第一点呢 人体啊,在后半夜这个时间段 身体的一些器官啊 细胞啊 都处于休息状态 而利于你的血液都流动开始慢了 变得粘稠了 包括你的细胞啊 抵抗力也不那么大了 也处于休息状态 尤其人身上两个重要的器官 就是什么 心脏和肺 也进入了半睡眠的状态 啊,也休息了 人家工作一天了 也很累了 啊,也进入了人生里的休眠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你的心肺功能最弱的时候 那么老年人本来心肺功能就相对弱 尤其一些重病在身的时候 啊,身体已经快枯竭了 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他心肺功能已经很脆弱了 到了后半夜 心肺功能更脆弱的时候 他就容易出现 类似于呼吸衰竭这种情况 所以很多老人 尤其是一些重病老人 生命快走到尽头的老人 在后半夜或者凌晨 这个时间段 生命走到尽头 很多都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 啊 那么第二个原因 就是人呢 都会有什么和疾病做斗争的想法 无论你是年龄大了 还是老了 只要你在清醒着 只要你有这种感觉 你就会想着和疾病做斗争 不自觉的就会想着 啊,我要抗争啊 疼了我要抵抗啊 难受了我也要抵抗了 当你这种和病魔做抗争的时候 这种意愿散发出来的时候 你身体里面的各个器官就会怎么样 就会充满一个战斗状态 就会配合你的意愿 他们也会在抗争 不管抗争结果是赢还是输 是好是坏 至少他们会在抵抗 尽力的抵抗 虽然你年龄大了 身体这些器官抵抗力比较弱了 也拿不动刀枪了 也没有那么大本事 像以前年轻的时候 有点少不少 但他们来了 这个病魔整整了 现在不行了 但是他们也会做最后的抵抗 这就是人身体器官相对的调整 但是呢 人你要熟睡了之后 你睡着了之后 你的抵抗意志就下降了 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抵抗的意志了 那么你本身的意愿下降 那么你身体的各个器官 也就会这种抵抗意志下降 弱了 这样这样的话呢 一些细菌啊 病毒啊 他们就会出来了 包括房间里的细菌啊 那些病毒啊 怎么样的 反正这种时候 最容易侵害你的身体 那么你的身体才没有去防备 没有去抵抗 是不是 那也有可能造成 你这个事件段 生病尽头 死亡 是不是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后半夜尤其凌晨 温度较低 相对较低 无论你是冬天还是夏天 无论什么时间 这个时间段的温度 它就是低 那很多人说了 没感觉呀 屋里挺暖和的呀 也不冷啊 不至于呀 那是你们感觉不到 因为你感觉 屋里挺暖和的呀 也挺的什么 往普通人是感觉不到的 不明显至少 但是对于一些身体机能 退化到极限的老人来说 或者是病重的人来说 他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感知就不一样了 我们平常人冷一点 热一点可能不在意 都不说别的吧 就打个比方 你感冒发烧 你看啊 别人的屋里 哎呀 你感冒发烧 我大被都动了 是多少 冷啊 为什么 这就是你身体机能的问题 对不对 你就感知比别人更明显 有一点就能感觉得到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部分老人 他是怎么样 他感知不到啊 不是 他感知的太明显了 他身体机能已经退化了 气温 温差的这种变化 对他的身体机能 影响特别大 我们普通人可能觉得 哎呀 没有事 对屋里挺暖和的 或者怎么样了 但是这种气温一下来 他可能就受不了了 这种时候 也是造成老人 抵抗力不够的时候 啊 不抗力不够了 然后导致老人 在这个时间段 离开我们 走的一个原因 也是一个 这都是 这以上三个都是 身体机能的原因 那么第四个 就不是了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些儿女 或者是专门请来 照顾老人的 这些人 都是他们有一些原因了 那他们有什么原因呢 是照的不够精细吗 是照不精心吗 是不注意吗 还是 久病床前无窍子 实在烦了呢 真不是 白天呢 人的精力都比较充沛 啊 也比较精神 那么照顾老人呢 会有精心精力 当老人有一些小的症状 尤其是啊 病重老人 有一些小症状 都会第一时间发现 那么 当你第一时间发现了 那么你就会尽力解决 他 你不管是 找医生也好 和医院找大夫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反正 你会想办法 对不 但是呢 到了半夜 人的身体状况 都到了极限了 我年轻人一样 你侧候病人也是一样 你也困 就算你这一天休息了 你说我白天 我倒的是晚半 我白天休息了 没侧候病人 我晚上来了 但是上半夜 你还可以 你还挺精神 一过到一两点钟 你也困 你也累 这是人的闭言相像 你肯定会困 会累 会松懈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什么样 你就会打盹啊 反正是照悟起来 你就会松懈一些 我记得我那天 照悟二姑的时候就是 哎呀 就是 他是要定时 四十分钟 或者是一个小时 我记不清了 四十分钟不一个小时 就要往他 那个 对药 他是不行了 是往每四十分钟 这样半夜的时候 你想想 就每个四十分钟 到一个小时 你就得精神 每四十分钟 到一个小时 你就得精神 我就那么熬 有一次我都过点了 就不知道怎么闭着眼睛了 一醒 快点二十了 哎呀呀呀 对吧 你说你这么不静心 不尽力吗 我挺尽心尽力了 真的 一晚从八点到第二天早晨 就七点钟 个人 但是你实在控制不了 有的时候 就是没了什么 你双眼一闭 哎呀 就着了 等一睁眼的时候 一个小时过去了 真是无心的 啊 我之后二股之处 我就知道是这样 那么 所有这些人 当他相对松懈的时候 老人 如果出现一些小的状况 那么你就会注意不到 你就会不到 那么这些小的状况 可能就是造成老人去世的根源 啊 就忽然去世了 就是这样的 可能是你一时中心 你一时没注意啊 怎么样 或者老是老是呼吸急促了 你没注意 可能这点呢 你稍微给他调整一下 或怎么样 他就能好了 他就至少能挺过境万 但是你没有这么做 可能就挺不过去了 你们觉得呢 就像我说我玩儿股那样 如果特别严重 你说我这差的一小时 结果没整药 玩儿就去世了 那是不是 也是这方面的原因 你们觉得呢 哎 这就是第四点 就是大家到这个时候 都疲惫了 有松懈的状态 所以会导致老人 在这个世界呢 去世了比较多 其实啊 很多时候 老人到了那个状态呢 已经来说 生命就是 不能说油尽苦汗了 反正也到了 快到了尽头 就到了时候 也就是在强挺和病魔 去做动容 那作为我们亲属来说 或者老人来说 也需要是 哪怕你多活一天 哪怕多活一小时 我们都是乐意的 但是话又说不来 其实如果老人 到了那种状态 比如说有一些 不能自理 甚至不清醒 我还说 二公那个状态啊 就不清醒了 住了很长时间 就是一直没醒过来 那么 如果他真的能在睡梦中 安详地离去 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这种时候 可能也是老人 接了福报 是不是 哎呀 反正呢 老宋就这么一说 确实有这么一个现象 朋友们觉得 是不是这样呢 也是发表一下 老宋的感叹吧 反正呢 我们作为亲人呢 对待我们的老人 活的时候 尽心尽力就好 别给自己留遗憾 你们说 是不是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看大山 希望朋友们 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